我看一下 你拿几次 警方在现场埋伏 当场查获诈骗集团车手 南港分局纠端派出所 接获被害人报案 日前在社交软体 物家诈骗集团假帐号为好友 诈骗集团成员利用被害人 笃信宗教 谎称自己不久于人事 想要把4000万遗产 交给被害人代为操作慈善事业 结果却是一场骗局 被害人流性男子平时笃信宗教 日前于社交软体上 收到诈骗集团假帽名义 物家好友 并假称与流南宗教信仰相同 谎称将不久于人事 预将新台币4000万元遗产 分装在行李箱寄给被害人 让其代理操作慈善事业 再以运传公司名义 要求流南汇款及面交方式 支付运费海关费 新台币52万余元 诈骗集团得手后 实随之位 持续要求被害人加码 支付100万过关费 并约好面交取款 被害人察觉有意 报警查证 警方获报后 立即派员至现场埋伏 顺利逮捕犯险 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 移送40地方检察署侦办 索性被害人第二次察觉有意 报警查证 避免再被骗走百万 警方已经依诈欺罪嫌 将嫌犯移送40地检署侦办 并提醒民众 诈骗集团经常在网络上 设下各种陷阱 民众如果有接获可疑电话 或是网络讯息 可以先拨打165 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 不要让自己成为 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